在上海南篮91-85战胜浙江南篮的比赛中,球队能够完成19分的大逆转,离不开球队双塔组合的发挥,凭借王哲林和冯来在下半场比赛的出色发挥,完全压制了浙江南篮的内线群,而这一对内线组合也成为了李春江手中的一大王牌。 王哲林本场比赛一共出场34分钟,12投5中,其中3分球一投一中,很好地发挥了个人篮下统治力,全场比赛在得到16分的情况下,拼抢得到了19个篮板球,其中包括8个前场篮板并且包括三助攻三盖茂,尤其在第四节关键时刻,王哲林多次拼抢进攻篮板,完成二次进攻并且制造犯规,在关键时刻成为球队十分重要的依赖点。 这也是王哲林来到上海南篮的价值所在,本赛季王哲林在上海南篮场均出战的26.3分钟的时间里面,得到17.2分,8.7篮板1.8,助攻1.6盖茂,其中防守效率达到95。 另外一名内线球员冯来,由于本场比赛富兰克林发挥并不理想,在9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仅仅得到2分2助攻,球队多次被浙江南篮打出进攻高潮,李春江多采用冯来,后者在登场之后, 尤其与王哲林两人搭档的内线,在球场上极具统治力,尤其在第四节球队不断追分的情况下,两人一攻一抢,李春江的战术安排也十分明确,那就是将球交给冯来或者王哲林,让两人完成终结。 全场比赛在34分钟的出场时间里面,15投7中,得到18分10篮板2助攻2抢断2盖茂,王哲林和冯来两人一共得到34分29篮板5助攻2抢断5盖茂,在比赛中统治了内线攻防两端,成为球队赢球的一大关键, 而且两人也成为了上海南篮的王牌组合,相信本场比赛在战胜浙江南篮强队之后,李春江也是找到了球队的王牌内线,这也将成为球队未来争胜的一大利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